11月21歲 國務院副總理曾曉平 避免法國外交部長讓索瓦尼亞隔閥夫人 以及隨同來訪的其他法國貴賓 被小平副總理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外交部長姚冠華等參加會見 為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31周年 阿爾巴尼亞文化展覽 11月28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 追蹤中央政治局委員姚威仁追及了開幕室 並參觀了規劃展覽 展覽地上展出了90多幅具有豐富革命內容和高度藝術技巧的作品 這些作品形象地反映了阿爾巴尼亞人民 在四級偉大領袖恩維爾霍查同志 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下 所進行的英勇的解放構成 以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首次金龍街觀眾 和阿爾巴尼亞更有一起觀察的展覽 上海人民儀式練場 是一個五百多人的小場 這個場的職工 依靠毛布奇拙命路線的職領 自己更生辦起了七二一風人大劫 他們請有封鎖實驗經驗的老工人當教師 選擇電視機中的點擊環境或教材 三年多來 承養了一支電視機分產的技術力量 老工人蔡越美 原來只有小節程度 經過七二一大劫的劫習 他已能全面的掌握 便是機通道電路板的生產消費技術 教員工人學員代替鳳 張鄭齊 張玉佳 和教員蔡國警長 刻薄專員 細心摸索 終於闖出了一條 搖替新路線 製定了電視機的生產 目前 這個場有143人參加了七二一大劫 許多工人上了場班大學後 提高了政治覺悟和生產技能 在江澤民副生產中發揮了主干作用 他們和全場工人一起 大打電視專業翻身上 使電視機的月產量 從原來幾十台提高到兩千多台 在清掌複線直羅封社黨委夫妻張奉英 是在無產基地文化大革命中 鍛鍊成長的年輕戰部 他牢記毛肚習官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教導 在革命鬥爭中堅持實際馬克斯主義理論 用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現 從而追掌了裁戰 張奉英主持公社黨委工作以來 用更加對日路線教育 他經常帶領青少年和戰部 到毛主席當年指揮十多戰力的 寬平指揮所 請老紅軍、老牛軍任務員 進行革命傳統教育 張奉英非常重視 門徽社員文化生活 認真辦好門徽服務室和政治業校 用影韓基地思想 占領門徽思想陣地 張奉英以繼續革命做極度的精神 帶領社員和戰部 積極投入農業絕大代的行動運動 他以老一輩當年跟著毛不其善革命的 那麼一股革命 一股革命樂形 用了一種革命精神 心力似筆 必須為社會主義革命 為社會主義建設 做出更大的奉獻 張警長文啟縣東武大隊 在推入開展農業絕大代的行動運動中 敢想展覽 大膽創新 不斷地進行疫苗移災試驗 打破四股棉花一年已查的 舊的工作方法 成功地實現了 大面積年脈輪災 一年兩俗 年脈相丰收 兵武大隊 對於北方無縮曲短的自然條件 為了解決在麥茶地裏 細節正常圓花 和在棉花地裏 細節地種上小麥 他們採取了棉脈 一央輪災的方法 這樣就可以把無縮區 從一百八時間 延長到二百六時間 確保年脈所需的無縮區生長時間 又充分地發揮了土地的權力 為大幅度增盤小麥和棉花 長過一條新路 兵裏大隊 經營移災小麥三百米 平均無產八百斤 移災年蝗六百米 平均無產平年一百五十斤 兵裏大隊 兵裏大隊的廣大社員和戰部 從實際出發 向風產的深度和廣地進軍 創造性的改革編作劇 為農業科技技術 做出了興奮劍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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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